吴三贵大军都达到长江了 一定会想到一句话 那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了 可以说 这个就被他投向去清朝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了 其实 这个也是我们古代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了 一般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是会将这个责任推到了女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了像达吉 包四和杨贵妃等人 被称为红颜过水了 其实吴三贵的这个现象 也就是等于说 他在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最好的居出 吴三贵这个名字 可谓是响当当的 虽然其在明清两朝最终落的格里外不是人的名声 他麾下的观宁铁骑 无论是在大明还是在大清 都完全可以称得上举足轻重 其一方诸侯的地位是没人可以否定的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他自然要给这个虔诚的问题思考了 这个明朝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也就投靠到满清了 而当满清又要消翻的时候 他自然也就是要开始造反了 当康熙毅然决然的要撤销三番的时候 这个吴三贵也就开启了这个造反的情况了 而他从云南一路向着北边开进 最后他的大军都是打到了长江边了 但是却选择了停止前进 为什么他不一鼓作气 直接带兵打到这个北京城 这样不就是能够统一天下了吗 其实这个也不能够说是吴三贵的无能 或者是他不想要这么干 而是此时吴三贵的大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虽然吴军非常强大 攻势也非常猛 但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完全的依靠着云南 这个人员和实力还是有着一定的限度的 而且他们打下了长江之南的半壁江山 留守地区和前线战场需要的兵力就会成倍的增加 吴军此时在军力上已是显得力不从心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吴三贵在起兵返兴的时候 已经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了 其当年怒发冲冠的少年豪气 估计都已经衰减了不少 而能够做到占据半壁江山 其实已经是他能够很满意的结果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 清军此时已完成了军队的集结 其实 吴三贵能够在造反的早期 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果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当时清军的准备不足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叛乱 是没有半点准备的 所以才出现节节败退的情形 而在吴军到达长江的时候 清军通过前段时间的调兵遣将 此时已完成了集结 集结地就是长江沿岸 所以这些原因 才让吴三贵最终也就是 只能够达到占据半壁江山的程度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